接下来跟各位说明的事情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物质 提到的能量 我们说物质发生变化的时候会伴随能量的进出 得到或失去能量 所以东西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会有能量的进出 那国中习惯上把它讲成所谓的吸热或者是放热 所以有一些会吸热有一些会放热 吸热就指的是吸收能量 吸收能量像融化跟气化 这个是物理变化 像电解要给它电 加热会给它热 那叫做所谓的化学变化 那这个叫做所谓的吸热反应 就是吸收能量的意思 那有的会放出能量 放热变化 凝结跟凝固 那还是融化跟气化的相反 所以那个是吸热这个就是放热 那么三减中和是一个放热反应 燃烧 剧烈的化学变化有光跟热 叫做所谓的燃烧 所以这些化学变化会放热 放热 那我们国中基本上就是把它简化 吸收能量 吸收光 吸收电 吸收热 我们都把它叫做吸热反应 放出光 放出热 放出电 所谓的放热反应 所谓的放热反应 好 国中所学的化学变化 几乎全部都是放热 只有少数是吸热 所以我跟你说 不用被放热变化 被吸热就可以了 被吸热就可以了 把吸热背起来 没背过就是放热 电解电速电链 国三下学其交 吸收电 吸收电去分解 电解 需要吸热反应 光合作用 吸收光 吸热反应 加热分解 刚才有提到了 碳酸钙跟碳酸氢纳 加热分解产生二氧化碳 我们的基策 会考过氧化孔 加热分解 会产生孔跟氧 孔跟氧 这个考过的 氧化孔跟氧 我要加热 所以吸热反应 加热去结晶水 那看到这里提到的 绿化芽菇跟硫酸酸 本来是有水的 烤一烤变成没有水 绿化芽菇 有水的是粉红色 没有水的是蓝色 硫酸酸铜 有水的是蓝色 没有水的是白色 刚才在讲颜色变化的时候提过 那就是所谓的结晶水 烤一烤加热水烤掉 从有水变成无水 然后颜色会发生变化 这个是吸热反应 这个是吸热反应 我要加热 还有个尿素甲醛素 素质聚合 它也是一个吸热反应 可是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你摸四管 四管是烫的 烫的是放热啊 为什么会烫 那是因为在这个实验里面 我加了农流酸钢炊化剂 农流酸有拖水器 它就是利用我把它脱水 来加速化学反应的进行 那农流酸吸水是放热反应 所以一个吸热一个放热 两个总和起来 结果是放热 所以你摸起来是蛮烫的 但是如果光甲尿素甲醛素只聚合 它这个是一个吸热的变化 这就是国中少数 这个反应是吸热的 你就把它奔下来 没有奔过的就全部都是放热的 好 硝酸钢食盐溶于水 那个你 我们这个有人把它当作物理变化 我们讲过国中通常都把溶解当作物理变化 虽然它是有问题的 硝酸钢溶于水 这个我当初要你们摸过那个四管 是热的还是冷的 好热的 然后食盐溶于水是我们在将冷气的时候 有提过食盐溶于水 水盐溶于水会吸热 水温度会下降 就这样可以跟所谓的吸热的反应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话 很简单的结论 然后考试用透过各种不同的方法考过 叫做质量守恒 就是反应前的总质量等于反应后的总质量 这称为质量守恒定律 那我们上课提示过几件事情 我们提示过它必须要在密闭的环境 密闭指的是东西不会进出 特别指的是有气体生成的反应 气体不可以跑掉 我们也跟提示过要守恒 就是要把所有的质量加起来 所以刚刚讲的密闭东西没有跑掉 就是没有跑掉 它才会主任质量守恒 然后我们也说过了 它可以用原子说来解释 因为原子说告诉我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种类跟输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我东西都一样 所以当然质量就一样 叫做质量守恒定律 很简单的一个说法 但历史上很重要 就是大哥终于发现了质量守恒 引发了一些事情 那我们就先不管它 那质量守恒定很重要 考试很简单 就是前面质量等于后面质量 OK 那我们讲说 有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在一个反应的过程中 经常是既有物理变化 也有化学变化 两者这样可能会彼此互相促进 比如说蜡烛燃烧的时候 是先有物理变化 物体的蜡变成液体的蜡 再变成气体的蜡 气体的蜡 然后才产生了燃烧的作用 剧烈的化学反应产生光跟热 那后一半就是我们这个气氮的蜡 去跟氧作用 蜡烛跟氧作用是什么东西 刚才有提示过一个 当然有提示它是有机化而物 所以会生成什么 有机化而物燃烧生成什么 二氧化碳 那水二氧化碳 那水二氧化碳是谁 他就是谁 蜡烛燃烧二氧化碳跟什么 水很好 所以我们的蜡烛燃烧的过程是有物理变化 也有化学变化两个兼而有之 兼而有之 好 这就跟各位简单的做一些说明 OK吗 OK